已经记录过来,这个地方call就按一个F8 它就跳到这里来,分别把这些资料传过来了 传过来之后的话,我们来看一下执行 如果你这个地方有跳出错误,表示你没有引用 所以特别主要一定要设定引用项目 然后new一个,然后连线自串 OK有过了,表示说有找到了 如果这一行没有过的话,表示你这个资料库没有放进来 那再来的话,组成我的这个seql语法 这个seql语法就一串,就是insert这个 把这五栏,那最后呢 很容易出错就在这里 要把这个seql丢给ss去处理,帮我新增这五笔资料 这出现有错误吗 找不带什么 房贷 资料表 看一下 我刚刚的那个 这把它开起来 那我的那个资料 是不是放错位置的,看一下 开启 房贷 还是 这个字 跟他要的这个字 房贷 不知道是不是打错 再把它back一下 看一下 还是找不到房贷 找不到输出的房贷 OK OK 你们先试着把这个程式码先call过,我等一下再确认一下哪边的问题 这个地方执行之后 里面就可以看到 现在只有两笔资料 如果要新增 再新增一笔资料 比如说我这边再改成 这个 800万 利率给2.5 然后20年开始计算 进入之后的话 底下会增加一笔800万 然后呢 我们再切到那个房贷的资料表里面看一下 有资料 就多一笔了 OK 如果你可以看到你的那个 SS0也有多一笔 Excel也有多一笔的话 那表示两边 都会有新增资料 OK 那各位试试看 好了